Audio Jungle 为考察平昌冬奥会期兼文艺演出设施 朝鲜派出七人艺术 考察团不含 形成为西两天一夜 朝鲜考察团所到之处 均被韩国警方 媒体与围观群众层层包围 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同一个人 身上MDASH MDASH 朝方团长玄松月 为时莫他如此引人关注 曾被传世LKO金正恩初恋口 的女团长门人 玄松月最为人熟知的身份 是牡丹峰 M-O-R-A-N-E-O-N-G 乐团团长 玄松月最为人熟知的身份 是牡丹峰 牡丹峰的团团长 这支朝鲜女子团体 是朝鲜的LDQUO 门面LDQUO 她们经常伸住迷你群 高跟鞋进行演出 演唱了歌曲风格 也大多是西方流行 意乐与爱国歌曲相结合 有韩国媒体分析认为 此次访韩可以看出 全松月的地位 已经上升至 招先宣传部门核心 根据中央日报报道 全松月毕业于平壤 英乐大学 在普天堡电子乐团 T-O-C-H-O-N-E-O-E-L-C-T-R-O-N-I-C-E-E-M-B-L-E 任职期间 她评级一曲骏马姑娘 进入朝鲜最高领导人事业 此后她的事业已翻风顺 单人金正恩挥下牡丹峰 乐团首任团长 同时也引来观 与她私人生活的众多 猜测 莫丹峰乐团成员精 长身著迷你群 高跟鞋进行演出 此前有韩国媒体报道 称全松月是金正恩的初恋 但韩国情报部 门认为LDQUO 这种说法无法确定 LDQUO 2013年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 她涉嫌制作 销售淫会士兵 而被公开枪决 而2014年 她现身朝鲜 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 直接澄清了这一指控 2015年12月 全松月曾率牡丹峰乐团访问中国 但在演出前几小时 牡丹峰乐团突然取消 原定演出计划 全团返回平壤 韩国中央日报引用相关人士表述称 全松月已在去年10月左右被任命为朝新宣传不复不长 并在去年10月7日召开的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成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候补委员没有投票权 但在全体会议上拥有发言权 也是230业民党中央高级干部中的议员 全松月访含背后的意义全松月中 一行在韩考察 全松月在韩国美有回答任何记者提问 但一直保持微笑 全松月一行此次在降临 首尔良的考察多处演出候选场地 详细了解各场地的音响、舞台等演出设施 全松月全程没有回答任何记者提问 但一直保持微笑 据韩联社报道 22日离开江陵前往首尔前 面对围观市民 全松月曾向身边韩方人士表示 LDQUO看到江陵市民们热魔欢迎我们 感觉演出应该会取得成功LDQUO 有分析认为朝鲜此次派选松月访韩 亦在利用新女性及文艺界双重身份 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金永贤表示 派遣代表朝鲜文艺界的女性富韩 可以让朝鲜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金东叶认为 朝鲜艺术团访韩 可以帮助弱化金正恩政权LDQUO 肃清LDQUO LDQUO 高压LDQUO 的形象 让全松月担任团场 施过去有关他于金正恩 受到枪决等传言的回应 2015年12月 全松月曾率牡丹风乐团访问中国 对 union之外 肯定的 并非 肯定的 肯定的